尊敬的 最统修 最护法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墨学学物 再借这个 修的时间 再跟大家来 讲讲话 来互相鼓励 我们 能够聚会 在一起 能够一起来念佛 来回向 特别对于我们的累积 燕亲寨主 对于我们的祖先 对于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是一件很伟大的一件事 所以借这个姻缘 跟大家来讲讲话 我们澳大利亚现在这个疫情 也不是很稳定 你看我们雪梨 封城 已经将近两个月了 但是 都没有改善 而且一天 一天的严重 但是我们博士 也不错 你看 大家能够聚会 然后一起念佛 这种的姻缘 你不好好珍惜 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前几天 护行法师 打电话问我 还好吗 我说很好 因为他老人家 现在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 很严重 都不能出门 每天人家 送中午 这些饭菜 非常严格 你看我们雪梨 师傅每次要丢垃圾 政府要必须你戴口罩 你看 要戴 要丢垃圾 要戴口罩 我第一次 在这个环境里面 遇到这种的事情 所以尊敬的 统修大的 这个环境 真的 不稳定 灾难什么时候来 我们也不知道 今天我们博士 虽然地方小小的 容纳几个人 但是起码 我们大家 法喜 一起来共修 以念佛 来供养 你看普玄行愿片 不是讲一句话了吗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为大 师傅 师傅跟大家 接个法源 以法来供养 你们 诵经念佛 比方说 法器 作为挪 敲墨仪 敲骨 或者 做一些义工 这个也是 法供养 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不会有机会讲经 但是用我们的心来念佛 来诵经 来读经 来听经 希望大家 希望大众能够离苦得乐 他也是法供养 只是用这种方法 是以内财 布施 所以法供养 有很多 做法 可以来为大众服务的 所以普贤 显愿片 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所以 我们用这种方法 来回向世界 回向我们澳大利亚 所以前几天 有人打电话 问师父 这个修行 为什么 没有那么顺利 一下子 进得少 退得很多 该怎么办 这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特别在这个环境 又没有好的善知识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他们修行很快 因为那个环境不一样 那个环境都是诸善 善人 聚会一处的 你每天跟人家在一起的 都是 都是那些大知识的 大善知识的 阿弥陀佛 观声音菩萨 再加上诸佛如来 每一天 你跟诸佛如来 在一起 所以你进步很快 那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看 又没有同参道友 能够互相的鼓励 又自己又懒得听经 而自己又懈怠 懒散 再加上这个环上的诱惑 你不退转 才奇怪 所以 过去法杖比丘 英地修行 都是我们现在的阿弥陀佛 你看 他修行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帆风顺 没有 他也是经过 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一些考验 经过很多一些 种种的经验 才能够建立的 今天西方节的世界 才有今天的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他也不是一帆的风顺 那释迦牟尼佛 诸佛如来也是如此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 那我们要特别来学习的 法杖比丘 英地修行的时候 他为什么 虽然没有一帆的风顺 但是他们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呢 他只有一个根源 就是忍辱 有耐心 所以金刚经讲 一切法得以忍 你没有忍 你修什么法门 是不能成就的 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的真心 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 尽心尽力 这个尽心尽力 都是功德圆满的 什么叫做尽心呢 尽心就是沉静了 你真的沉静 你真的 你的愿 你去教会 把佛陀的教会 你去落实 佛教我们做 我们去做 佛教我们不可以做 我们就千万不要去做 这样你才能够 会有成就 会有成绩 所以很正常 你进门退步 不用着急 只要你明白 我是反复嘛 不是圣人 给自己鼓励 我也能够成就 像阿弥陀佛那样 首先你必须要把心 坚定 我能够成就 阿弥陀佛都能够成就 为什么我不能成就呢 哪怕是我们不能 像阿弥陀佛那样 但是起码 我们跟一般的人 的区别也不一样 这样要信心自己啊 所以你看我们博士 虽然地方小 供修人不多 但是最主要你是什么呢 你的尽心 你的尽力 那个才重要的 你的尽心尽力 能够帮助我们 将来 往生西方净土 也不是一件好事了吗 只要你到西方极的世界 你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样了 你看这么好 这个机会我们不用错过 还真的啊 你看这个身上 你看这个 这个世间 万般将不去的 什么都带不走的 你有什么样的 金元财宝 将来也带不走 不要说这个身外之物 量我们自己的身体 都也带不走 那我们执着 故意执着 要做什么呢 啊 徐医员 只要活得开心 法喜 将来 时间到了 我们赶快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那不是很好吗 你说呢 啊 所以今天啊 师父啊 要跟大家来分享 啊 这个 这个时间短短 哦 还有十分钟 因为 讲太久啊 做太久啊 等一下腰酸背痛 哎呀 师父啊 他讲了这么久 嗯 所以现在的人啊 哎 修学跟古代不一样 一代不如一代 现在要求的要快速 使得也快 哦 你看过去的人 没有耐心啊 现在人没有耐心 心腹气躁 哦 以前听经是跪下来的 我们现在啊 听经啊 有时候坐在沙发 躺在椅子 甚至于可能床 躺在床上 一边听经 一边喝咖啡 一边听经 一次吃饼干 一边听经 一边看手机 一边听经 一边听音乐 很多啊 所以 一代不如一代 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今天能够退步呢 那才怪 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 好好珍惜这个人生 你看那个 昨天有一位 居士 她的母亲 躺在医院 那个生病很严重 整个全身啊 装 装那个什么 机器啊 那个机器叫什么 啊 就是说 希望能够救你起来 但是那个机器呢 首先你必须要把你的肉体 24小时 打麻醉 不然的话呢 它会很痛 所以啊 经过这个 麻药啊 24小时 每一天 把你 灌在你的身上 你看 我们 这个人生 真的很可怜 所以我们要用功 努力 念佛 消业障 不要以后 我们躺在那边 像跟他一样 那就阿弥陀佛了 很多人现在 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都是躺在医院 躺在床上 生病 经过一段时间 经过这些的 种种的障碍 他才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念佛的人 尽量不要这个 我们要做得自在 做得轻松 什么时候离开 什么时候做 什么时候留下来 我们什么时候留下来 你要修到这样程度 将来 生死自在 多好 所以要用功 没有经过用功 是不行的 那怎么用功呢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叫做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 这个深信 讲的就是真信 事实不退 是讲真愿 像前两天 雪里有一位居士 跟我说 师父 澳洲环境不错 再加上我家里 太太也对我很好 而你又很孝顺 念佛一方面 往生西方 也是很殊胜 但是 舍不得 师父 我舍不得也没办法 佛也没有逼你 没关系 但是念佛 不一定要 说 你要往生西方 几个世界 一切许愿 你不要勉强 所以 有时候很多 这个真信 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环境一诱惑了 我们就容易被动摇了 很多人 写佛 都是这个样的 听到音乐 哎呀 很好听 西方几个世界 有没有这种音乐 我告诉你 弥陀经讲得很清楚 有啊 这种音乐很多 还有人摸本问的 师父啊 他因为他喜欢吃臭豆腐 问我 西方几个世界 有没有臭豆腐 有啊 喜欢你 只要你喜欢吃臭豆腐 他会有的 所以有时候 众生很多要求 看到这个 要这个 看到那个 就要这个 所以西方几个世界 你看阿弥陀佛 没有医院的 全部都是因为众生 而所需要的 你是要健康长寿 他就给你健康长寿 你希望你这个身体 永远金刚不坏 你到西方几个世界 你就金刚不坏 你感觉到 哎呀 我每天要吃饭 很麻烦 要煮菜 还有洗菜 还有这个 还要煮这个 煮好了 因为 又要洗碗 还有洗衣服 还有这个 还有那个 还有去买菜 要买水果 哎呦 真够麻烦的 你看 你想一想 你每天 跟这个厨房在一起 你不会感觉很 很无聊吗 你又不跟厨房 相处在一起 又不行 你不吃饭 你不行啊 像师父 在雪梨 一个人住 你看 每天 早上起来吃什么 等一下好了 中午又吃什么 所以一天能够 吃一餐多好 你看多好 你看 晚上所以不吃了 多审视 所以你看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发达愿 四一得一 四十得十 只要你动个念头 你想吃什么 就在你的眼前 吃好了 自动消失了 所以阿弥陀佛发达 那四愿都是以众生为目标的 只要这个是正法 只要他如理如法 他就复合了 不如理如法是不行的 所以尊敬的 这些统修大德 对于净土的深信 真信非常的重要 那事实不退 怎么说呢 我们看下面的 我们这一生 这个先来看 先来看 我们这一生 如果想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自己有能力 你能够断获 正果 禅宗 里面所讲的 铭心见性 大车大悟 破无名见法身 打破无始以来的 无名烦恼 你的生死自然就了了 但是你想一想 尊敬的 这些统修大德 你想一想 有可能吗 有可能明星 见性大车大悟吗 禅宗里面的 像六祖慧能大师 像那种根性 六祖慧能大师 像这种上上根的 我们不是上上根的 我们是下下根的 我们有这种 可能吗 很难 不要说铭心见性 你能够不退转 都已经阿弥陀佛了 何况你铭心见性了 这不容易 所以师父有时候看到 这个星期 哪一个人 有没有来共修 这个星期 这个人为什么 没有来共修 像刚才我问问 我们的邱老师 我们的伟能 为什么这两个星期 跑去哪里 没有看到他 师父想念他 为什么没有看到他 你看 也不容易 可能忙了 所以 你说在这个环境 真的很多事情 有时候自己做不了主 所以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想要铭心 践心大师大务 那真的很难 不要说铭心践心 我们来看下面的譬如 下面的那一章 邱老师 譬如佛在大成经里面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在在世当年又讲过了 你要超越六道轮回 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在哪里 就是你要断 这个三界八十八品的 建货 你要断尽了 你才能够处理三界 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你要断货 建货 失货 种种的 你要断尽了 你才会有 有这样的机会 超越六道轮回 你真的了生死 但是这一条路 真的我们没办法 所以为什么 我们修净土的非常幸运 为什么 你看第二个 第二条路 还有三分钟 来为大家分享 第二条路的 就是求生净土 但是求生净土 它有一个很严重的 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这个原则 后面刚才讲的 这四个字 事死不退 就是你的怨心 你那个怨 要真怨 不是今天发愿 明天就没有了 明天发愿 后天又没有了 不是这个的 你要真正发愿 你事死不退 你发愿 你发誓 我永远不退转 只要你有这种的能耐 这里坚定的意志 坚固不退 各个往生 那就易如反常 所谓万修万人去 只要你有这样的志向 像有些人 我今生我要做大老板 你有这个心 你有这个福报 没有一个不完成的 我今天想要做什么 像学会法师一样剃头出家 你只要有这个心 你都能够做得到的 希望我们博士尽忠学会 我们总干事 希望有一天能够这样 剃头出家 以后我们的博士就有福了 希望大家鼓励他 我们的牧姨 我们的威诺 大家鼓励我们的总干事 鼓励他 难得嘛 对不对 还有单身 只要你有这个志向 你有这个心 只要你这个心 你这个志向 你的志向 那你往生就易如反常 真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但是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人 这个时间很快 还有两分钟 但是我们看下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念佛 念得很好 我今天念佛念得很好 有一些人真的 念佛念到修定了 他有这种定 得定了 有一些人真的念佛念到得定了 有啊 很多 师父看到很多一些 念佛最后得定有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的愿力 那种愿力啊 往生到西方籍的世界 那个力道不过 那个力道 那个力道 那个发愿的力道 都是那种愿心 那个愿啊 不过啊 那力道不过的话呢 那你怎么念佛 无论你怎么念 你也得定 哪怕是你成就得力了 你也没办法 了生死 所以这个事事不退 就是我们了生死的关键 你今天念佛念得很好啊 但是你没有 没有这个心 要到西方籍的世界 你也没办法到西方籍的世界 八 八支 八支马来拉也拉不动 没办法 所以有一些人呢 念佛 他只是要修福报 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 你看那个四十八愿 从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只要你依教 阿弥陀佛里面的教诲 虽然你不到西方籍的世界 将来你依教经典里面的去 去做到呢 你将来到这个人生 是生在什么家庭呢 好善之家 好得之家 就是说你的家庭很 很完美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家庭里面 父母都非常好 兄弟姐妹都非常好 而且这个家庭里面 在这个社会是很有地位的 人人都尊敬的 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不缺乏什么东西 一时无忧的 阿弥陀佛你看这么慈悲 只要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然后在这个四十八愿里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他里面的教诲 你把六度三学 哪一条你能够去做到 你就能够生在这个环境里面 帝王之家 富裕之家 富贵之家 而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 活得能够认识佛法 好得之家 好善之家 就是你们这个家庭 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又能够闻到佛法 你看四十八愿里面 就这么慈悲 阿弥陀佛这么慈悲 所以今天你能不能往生西方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事实不退 你的愿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 师父呢 简单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们一起来修学 起码不要求别人 起码我们要求我们自己 把自己做好了 一切事都能够如意 你把自己修好了 一切事情 确实我们所讲的 都能够称心如意的 所谓的心想事成 因为你有福报 你懂得修学 有福报的人 就有这种的能力 希望大家多多用功 我们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来分享 希望我们在一起来共修 谢谢大家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老实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